在另一个展位上,记者见到一组关于台灯和时钟的设计产品 了解后发现设计师对于产品本身的功能改动不大 但参观者却络绎不绝 例如这几款改变了传统开关方式的台灯 还有这个能够根据时间改变亮暗的时钟 那市民朋友对于这种包含设计理念的产品会买账吗 生活就是能够稍微幸福一点那种感觉 让人现在的幸福指数提升可能是现在设计更需要走的一个趋势 在一个需求的层次理论上,我已经达到了我的物质需求 那么我精神需求层面上也需要稍微提升一点的那种感觉